十三,龟墨,等众人都走后,平先生就拿出他刚才装怪物的坛子,放在地上,我问平先生做什么,平先生说,这浴室极乌之物,得用世上最纯净的水,龟墨之水来给他洗净,不然放进洞庭湖后,会污染湖水,而且还要给他服下祸心,不然他不听命令,得用龟墨水泡他,让他把肚子中的脏物全部吐出来。 吐进,然后用祸心化水泡他的三天三夜,就成了。我明白了,又问,这龟墨水到底是什么?我从没听说过,平先生说,龟墨是埋在地里十几米深以下的水满,它自成一系,能够自我循环,进化,不被外界污染。 所以水纯净无比,是人间最纯净的水。因为龟墨的入口处,一般都会有老乌龟守着,有时一只,有时好多只,一般都是几百岁,甚至上千岁的老龟,所以称作龟墨。 我吃惊不小,问平先生,这些乌龟都是在地下十几米深处活着。平先生点了点头,说而且是在汉地里,地上周边没有水流,也没有出口,就是完全深埋在地下。 这世界太神奇了,不知道的东西可真多。我说我在秦伦的书上曾看到过,一些地方在地下挖出了活乌龟,就在汉地里,有的是盖房子打墙机时挖出的,一直不知道真假,现在平先生说的这个更神奇了。 平先生说,乌龟魂不算什么,地下还有怪物,只是人不知道,也看不到他们,奇怪的东西也多着去了。 平先生拿着另一个毯子,毯用黄泥封筑,上面还写了一些奇怪的字。 平先生将毯子开了封,边开边说,这真是上天的特意安排,一切事情水到渠成。 他说这个规模水,本是极难找的世间汉物,他十多年前刚好路过某地,那地方汉,池水困难,村人就在挖井,但这地方地表水没断,根本挖不出水, 得挖十多米深才出水,村人挖了十多米深后,竟挖出了只大乌龟。 脸盘那么大,这事就传开了,我刚好路过,就赶紧趁水慢,没有被污染。 取了满满一潭水,流了下来,平先生说着就起开坛子,将水倒进了中怪物的坛子里,然后封上,将怪物泡在里面。 泡了大概半个小时,平先生就打开坛子,将泡过的脏水倒进另一个坛子里,只见到进去完全透明的水。 现在倒出来都是漆黑的,而且发着乱臭。 平先生说,这水不能倒地上,不然会污染地下水,得拿回昆仑山销毁。 我们就这样泡了一下午,说来真是奇怪,平先生装规模水的那个坛子与装怪物的坛子一般大,但是那坛子的水却倒不完,倒出来一坛又一坛。 一连倒了十来坛,那水还没倒完,而装脏水的坛子也是一样,装了十来坛也不满,等泡到十多坛的时候,水就清了。 平先生说可以了,他从身上磨出一个红色布包,打开包,从里面掏出了一颗黑色的东西。 守用于我,竟然化作了水,我猜想这应该是霍心。 他把化的水放进庄域的坛子中,将玉泡着,然后就封上坛子,在边上闭着眼坐着。 这时天也黑了,老神医和两个村民赶上了山来。 他们见我们一直不回去,就上来看看。 平先生就收拾好坛子,与他们一起下山了。 走到村中后,村民们竟然在村中摆起了几桌撒西。 他们要请我们吃饭,这让平先生很尴尬。 他推死着,竟被村民七手八脚强行拉上了桌。 吃过饭后,已到了晚上了。 村民还不散,围着我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。 我和平先生都不打话,只神医和他们谈笑着。 平先生突然对我说,让我告诉神医该走了。 此去洞庭的三天,到了洞庭后就刚好万事俱备了。 我点了点头,就悄悄拉着神医凑在他耳边。 将平先生的意思转达了他。 神医听后点点头,便与众人告辞要走。 众人自然都为过来,要强留。 神医就与他们周旋推托着,这神医缓真是很善言。 不多久,就与他们说通了。 村民答应我们走了。 一直将我们送到村外几里地,缓用灯火照着我们走。 十四龙之规,我们趁主夜,一路往东朝洞庭赶去。 一路上,我又缠着平先生给我讲关于龙的事。 平先生就又告诉了我一些,他说昆仑龙墨之所归。 洞庭,水迈之所去,这洞庭是中原水迈的聚节地,而昆仑则是龙墨的原地。 他说在昆仑有一个很大的龙的故乡,叫龙龟,也是龙墨地。 龙到了一定的寿命以后,都会回到昆仑的龙墨。 在那里度过他们最后的生命,慢慢死去,这里是龙墨。 而很多新生的小龙,也是在这个地方生出来的。 他们在这里出生,然后离开,最后再回归这里。 平先生说,他静修的地方就在龙之规。 他一直看守着那里,保持着那里的安宁。 他说那里是龙最后一块静西的地方。 不能让谁打扰了他们。 以后的事情,我想大家也应该都能猜到了。 平先生出了黑鱼妖,这个过程我就不多说了。 多说无意,就简单带过。 到了洞庭后,平先生先摆下了龙阵,封住了黑鱼妖所有的退路。 然后放育与黑鱼妖大战。 最后一起将黑鱼妖斩杀了,沉入湖底之下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